嗨,大家好,我是楊迪斯,我現在在台灣 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今天是大素顏戴口罩 為什麼素顏呢?因為我今天是要找我一個攝影師朋友來拍照 那今天這個影片就會是記錄我整個拍照的過程還有照片的成品 那我們就自己看看吧,走! 這就是我的攝影師朋友陳雨萱 嗨! 來幫我燙衣服 我們等一下來拍復古的衣服 哇,好期待 這是我做的喔 這邊很多衣服都是我做的 不想跟別人撞款 那天找小喵總共會拍兩套 現在大家看到的這一套是日本學生穿的Hakama 其實開始拍攝之後我還蠻緊張的 因為畢竟不是網美或是模特兒沒有什麼拍攝的經驗 但是小喵很會知道,所以就讓我也拍得蠻安心的 你們自己看就知道啦 而且小喵加油養超可愛的貓咪喔 在拍攝的時候啊,有時候貓咪還會來一起玩 超可愛的,給你們看 欸好可愛,你被蠻包圍了 第二套是比較夢幻的感覺 跟我平常的樣子很不一樣 所以拍這一套的時候我是很期待的 然後另外跟大家說 我覺得女攝影師有一個好處就是 即使用這樣的姿勢拍照也完全不會尷尬 那我們現在已經拍完兩套了 然後陳雨萱要去幫我選照片 然後我選擇了 大家看這個是陳雨萱家裡養的貓咪 她養了三隻貓 拍照是有時候也可以跟貓咪一起拍 有點很乖喔 我們兩個已經很久沒見了 差不多有三年吧 很久了 真的很久了 對啊,這是我第一次當模特兒 跟陳雨萱拍 對 然後因為其實在拍之前 我對自己都很沒自信 就是覺得說 我身體比較肉啊 就不像模特兒那些比較瘦 其實很多 因為我有時候會在那個IG會有讓他們問問題嘛 但大部分人都會說就是 自己可能沒自信 然後或者是很胖 對,我就是這樣的人 可是其實我覺得像胖的話 有幾種解決方式 第一個是我在姿勢上可以幫他們做身體的調整 因為我看得到嘛 那我可以去做我覺得可以比較修飾的調整 那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衣服的選擇 我可以陪你一起選一些 你覺得可以修飾掉你不喜歡的地方的衣服這樣 我覺得小喵拍上很開心 是因為我自己會擔心說 會不會因為我的身材可能不勝好啊 還是臉可能就是表情沒有做好 會給攝影師添麻煩 可是小喵都沒有給我這種感覺 他是很溫柔的跟我說 你可以怎麼擺啊 怎麼擺姿勢啊 那你可以這樣啊 什麼的 就是沒有讓我有被否定的感覺 是慢慢拍就會越來越有刺心 所以我覺得 這可能也是找女攝影師或是小喵的好處啊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拍照的話 其實我還蠻建議來找小喵拍照的 謝謝 大家可以來找小喵 那我會把就是小喵的那些連結啊 把它貼在下面的留言 跟影片資訊在那邊我都會貼有興趣的 你可以看 而且小喵的那個IG也有很多照片 看了都會覺得心情很蠻推薦給大家的 小喵的IG在這裡 大家可以發了一下下 在肚子上是不是 我這裡會後製 好肚子上 他好乖喔 好可愛他好乖喔 像馬三嫂這麼乖 他今天超級受貓咪歡迎 他整個是被包圍 對不是這一隻啊 可是另外一次不太喜歡被包 對 他被包會跑走 走了 好 要走了 掰掰 掰掰 然後來 來